手机门号显示已被使用网页版 进入虾皮首页后 将滑鼠游标移动到右上角账号位置 出现选单后点选我的账户 若先前未绑定过手机号码 请在手机号码的栏位点选新增 进入页面后请填写预绑定的门号 填写完毕后点选寄送验证码 接着将收到的简讯验证码填至验证码栏位中 再点选确认 如果手机号码之前已绑定在其他账号上 页面则会显示原先绑定的号码 假如要更改绑定手机号码在目前的账号 请点选取回手机号码 如果不想更改绑定 想直接使用之前的账号 可以将目前的账号登出 并使用SMS简讯方式登入到旧账号 如果操作后出现手机号码取回失败 且输入的手机号码确实为您本人使用 请与虾皮客服中心联系 将有专人协助确认 请点选手机号码旁边的变更 进入页面后 请输入该虾皮账号之密码 密码长度需为8到16个字母 并且包含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小写字母 请依照系统所显示之银行账号 输入完整的银行账号数字 请协助输入预绑定制新手机门号 输入完毕后点选寄送验证码 接着将收到的简讯验证码填至验证码栏位中 进行后续操作 如果手机号码之前已绑定在其他账号上 页面则会显示原先绑定的号码 假如要更改绑定手机号码在目前的账号 请点选取回手机号码 如果不想更改绑定 想直接使用之前的账号 可以将目前的账号登出 并使用SMS简讯方式登入到旧账号 如果操作后出现手机号码取回失败 且输入的手机号码确实为您本人使用 请与虾皮客服中心联系 将有专人协助确认 虾皮